自從加入馬來西亞國家隊 李子嘉開始慢慢成長 成為有能力在世界舞台佔一席位的球員 當馬來西亞傳奇球星李宗偉在2019年宣布退役 大家都理所當然地把李子嘉視為李宗偉的接班人 這位22歲的球員也馬上成為了大眾的焦點 李宗偉會給李子嘉 再加上在2000年奧運銀牌得主葉成曼的指導下 李子嘉在2016年的世青賽獲得銅牌 聖上成年早後還贏過2018年的中華台北公開賽 在2020年3月的全英賽獲得四強 令他的世界排名也升到前十 李子嘉 李子嘉記得最初升上成年組參加巡迷賽的時候 覺得挺難適應的 比賽的風格也做了很大的調整 在青年組比賽他只是會用力打 不會特別用腦去思考 一切都是以力量去解決 而在青年組比賽 思想方面就要更加成熟 很冷靜地去面對各種壓力 就是這種成熟度 說到李宗偉 李子嘉說他一直都是馬來西亞的一哥 所以以前都是由李宗偉去頂著壓力 記者做採訪都會先找李宗偉 然後才會輪到他 所以那時候李子嘉參加比賽 都不會覺得有壓力 很享受比賽氣氛 但是當李宗偉退役之後 李子嘉才知道 原來李宗偉以前做到這麼久一哥 真是很不容易 因為大家的焦點都會集中在李宗偉身上 又要負責接受媒體訪問 所以李子嘉很佩服李宗偉 當李宗偉退役之後 李子嘉也有找過他 李宗偉給了很多意見李子嘉 其中一個就是要李子嘉 學會凡事都要靠自己 因為教練和其他人 最多只能幫助他10-20% 剩下的80%就要靠自己 作為單打球員 在球場上不能依賴其他人 如果太大壓力 太害怕太緊張的話就會輸 只能靠自己去克服這些困難 李子嘉 李子嘉在2019年8月開始接受葉成萬的指導 關於技術上和球場上面的東西 都還未學到很多 葉成萬主要是分享 他以前當球員時的經驗和經歷 始終他以前是世界冠軍 擁有的經驗並不是普通人有的 那種經歷那種經驗 不是普通人都有的 李子嘉說葉成萬沒有時間 對他的技術作出很大的調整 因為他去年一直都忙著打比賽 他在2019年總共打了20多項賽事 李子嘉知道葉成萬想他的打法 變得更加全面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的打法 偏向進攻型 葉成萬跟他說 如果想成為頂級球員 就要做到攻守兼備 你要成為一個頂級球員 攻守你都要有具備 才能打到一個非常高的球員 李子嘉說他在2019年 很多項比賽都入到八強 表現都挺平均 很少會第一圈就出局 所以他都挺滿意 如果要講到最滿意的比賽 李子嘉就會選擇 泰國和南韓公開賽 他在泰國公開賽 入到四強 另外他都很滿意在南韓公開賽 可以面對著桃田賢斗 李子嘉記得自己在對桃田賢斗之前 他先擊敗了艾蘇神 所以比賽之前他感覺是不錯的 對自己有一定的信心 打這場比賽的時候 李子嘉的信心真是很大 整場球的感覺都不錯 李子嘉記得第一局先輸15比21 大家都知道 桃田很少失誤 要擊敗桃田就要減少失誤 到了第二局 李子嘉曾經領先過很多分 不過可惜之後 拿不到幾個關鍵分 李子嘉說這場比賽之後 令到更加多人認識他 因為賽會展示了一些精彩鏡頭裡面 有幾球是他的反手殺球 李子嘉說這場比賽之後 有幾球是他的反手殺球 這場比賽會想到 分成很多都會示範 這部分 她的答案是訓練 她起床後就想著 那天有什麼訓練要做 她不喜歡做什麼呢 跑步 原來她不喜歡練習跑步 她不喜歡跑多過5公里 5公里 有什麼事會令你發怒 她說在練習的時候 輸了給年輕球員 就會令她很生氣 令我令她很生氣 臨訓前她最後會做些什麼 聽音樂 你自家說臨訓前她會聽歌 會聽很多歌 包括中文歌和英文歌 她都會聽 英文歌 出門的時候 她一定會帶的是什麼呢 耳筒 她說是耳筒 因為你自家無時無刻都會聽歌 如果可以放縱地吃一頓 李自家最想吃什麼 她最喜歡吃韓式燒烤 燒五花肉就是她最喜歡的食物 沒有比賽的日子已經停了三個月 各位要無球迷 很快就可以看球 9月舉行的中華台北公開賽 將會成為全球第一個世界級的公開賽 剛剛接受訪問的李自家 在比賽重開之後 大家都需要留意這位年輕球員 這個時間我們一起回顧一下 李自家 2020年年初的表現 她在馬來西亞大師賽八強 面對著中國的石魚奇 在主場球迷熱烈打氣之下 成功地贏了 這場比賽在2020年1月10日 場館是吉隆坡的壓通體育館 李自家還是一個很新的球員 所以就把兩位球手的距離拉近了 這次碰球之前 其實他們對過兩次了 兩次都是石魚奇贏的 還要兩次都是贏2比0 再之前一次就是在中國舉行的蘇迪晚輩 當時石魚奇就以2比0 還要有幾大的分數 2112、2111贏到李自家 不過李自家是一個慢慢進步的球員 所以在這次比賽的進級過程 其實她已經在第一圈淘汰過 還有賽事3號種子 丹麥的安東神 然後在第二圈 她就贏了印度的深美維馬 至於石魚奇這場球 第一圈她就贏了 中華台北的王子維 然後第二圈就贏了中國的陸光組 第一局比石魚奇2112 也挺大的分數 然後第二局也看到李自家 似乎也挺適應到石魚奇 有點大聲 加上可能有傷患 之前 所以石魚奇的步法比起兒王 是慢了一點 對著這麼年輕的李自家 李自家就好像越戰越勇 太可憐了 在前半局分數咬住之外 在技術暫停的時間 其實李梓家曾經領先11比9 但打了半局之後 分數亦會有領先 3分之分 在局尾連拿3分 19-16 再拿多分 20-16 有4個遊戲點 李梓家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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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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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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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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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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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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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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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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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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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 1 2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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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和康德拉 這不太好 可能是像康德拉 我們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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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不太好 五屆殘疾羽毛球勢 冠軍 舒雲尼達 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經驗